一个人要幸福是件非常简单的事,工作和伴侣,只要这两样能满足,就是幸福。 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,再回首,好的不好的都已是人生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治愈又催泪的爱情电影《原来你不在身边》。 身为作家的成山,在神奈川县茅奇市有两栋房子,一栋是他和妻子荣子,还有孩子们居住的老屋,现在放着他工作所需的书籍和资料。 旁边的那一栋是他和荣子为了安度晚年而建的屋子。 在新房子建成之时,他曾答应过荣子不把工作带回家,想让家成为一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。 这个约定里包含着荣子的一番苦心,不想让他总是想着工作太辛苦。 他和荣子的感情一直很好,就算现在孩子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,他们还是会经常跟对方开玩笑,保持着婚姻的新鲜感,还总是嘲笑对方像孩子一样。 每天为成山准备好上班时带的午餐,是荣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,而成山也同样这么觉得。 成山上班时总喜欢绕远路,去走那条空气特别好的小路欣赏风景,路边的植物总能让他注意到四季的变化。 这天,女儿妓子跟他一起出门,说起前几天和荣子逛街的事情,感觉荣子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,还没走两步就看起来很累的样子。 成山没有当回事,只以为荣子是最近没有休息好。 成山瞒着荣子在车站附近租了间公寓当工作室,目的是让工作更加便利,其实更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荣子,怕荣子看到自己如此拼命工作会担心。 工作室在十楼,前方没有遮挡物,从阳台看去,毛骑士的所有景色都尽收眼底,所以在那里工作,成山的心情也很好。 成山总是告诉别人,是因为荣子他才会成为作家。 朋友们都以为荣子是他最忠实的读者,事实恰恰相反,荣子从不看他的作品,但荣子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他,所以回想这些年,他很感谢荣子。 他三十岁那年,荣子才二十六岁,为了支持他的工作,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到处奔波。 他觉得很对不起荣子奋斗多年,也只在名古屋获得了一个新人奖,还让荣子跟着自己吃苦受罪。 但荣子不这么觉得,认为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,就是幸福的。 但在当时,新人奖已经是不小的荣誉了。 为了提升自己,成山还去学校担任奖师,荣子鼓励他静静成长,才能茁壮成长,之后才能飞得更高,走得更远。 于是他开始更努力地创作,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,荣子照顾着家里的一切。 他经常一个人从大清早创作到深夜,午后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去海里游个泳,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,也是他最喜欢的生活。 荣子一直都在做他坚实的后盾,任劳任怨,从来没有怨言。 两年后,荣子怀上了妓子的时候,报社突然打来电话,带来一个好消息,他获得了新一届的青木奖。 那时的他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想着终于可以让荣子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了。 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,他们已经到了花甲之年,想起这些年,荣子对自己的付出,让心存感激。 下班后,他在朋友的饭店订了餐桌,想要和荣子吃个浪漫的晚餐,可荣子却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。 荣子赶过来时很是慌张,就在刚才他在路上开车,不知道怎么腿脚不停使唤踩了刹车,导致后面的车追尾差点出大事。 他也感到很奇怪,毕竟这种事从未出现过。 橙山听后,也不由得紧张起来,担心荣子的身体出了问题。 荣子劝他放宽心,说一定会走在他后面的,那时的他们都没有在意这件事。 后来,荣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甚至在拖地的时候累得差点睡过去。 他也只觉得是夏天太热的缘故。 继子觉得有些不对劲,建议他去做一个全身检查。 他的检查进行了一整天,那一整天,橙山也坐立难安。 检查结果给了一家人重重一击。 荣子患上了肝癌,因为发现了太晚,癌细胞已经扩散。 为了让荣子心安,橙山一直装作很镇定,直到夜晚才敢表露出慌张和不安。 他不敢想象没有荣子的日子,他该如何度过。 得知荣子的病情,儿子友医也从国外赶了回来。 但荣子不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,还要被患疗折磨得不成人样,所以选择放弃治疗,只愿意配合使用抗生药物和营养剂。 一家人都尊重他的决定。 不接受治疗的后果是只剩三个月的时间。 这件事只有妻子和友医之道,为了不让父母伤心,他们选择隐瞒。 荣子在那以后的生活和以往没有两样,让人不禁有种错觉,好像他从来没有生病一样。 直到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,拿去送给朋友的时候,妻子才意识到,确诊后已经过了两月时间,母亲似乎已经在不经意间安排自己的后事了。 看着荣子每天乐呵呵的样子,成山说不担心是假的。 她明白荣子是不想影响大家的心情,更不想自己突然走了让大家难过,所以想让所有人记得自己最快乐的样子。 可越是这样,成山就越心疼,但为了不让荣子担心,也只能配合荣子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直到一天晚上,荣子突然在卫生间倒下,医生判断她的寿命将近,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变成植物人,也有可能撑不到第二天早上。 妻子已经在病房里气不成声,成山却显得异常淡定,她做出一个决定,她要带荣子回到家乡,山梨。 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。 她守在荣子的病床前叫了一个晚上,荣子还是没有任何反应,她和妻子只能先回去休息,等等再过来。 本来她要当天去东京出差和总理会谈,但现在荣子这种情况,她只能放弃出差。 妻子听到后很是激动,强烈要求她继续去忙自己的工作。 因为之前荣子之所以强撑着身体装作没事的样子,就是怕影响她的工作。 如果荣子知道她为了自己放下这么重要的事情,就算是离开,心也会不安。 听到妻子的这些话,她很是感动,又回到荣子的病床前,她要多看看荣子,将荣子的样子记在脑海中。 因为她害怕这一走,就再也见不到了。 最后,她遵守了和荣子的约定,去了东京,上了与总理会谈的节目。 荣子像是有了心灵感应般,在节目播出的时候醒了过来。 而荣子醒来后,第一关心的依旧是她的工作。 一周过后,荣子的气色恢复了很多,还总是跟照顾她的护士讲年轻时候发生的事。 成山将工作放在一边,也在医院每天守着荣子。 讲到有意思的事情时,配合荣子哈哈大笑。 她每天进出医院两次,陪荣子吃饭也成了她每天的功课。 那段时间,她们总是想起往事,想起她们第一次在民谷屋的图书馆见面。 荣子一袭红裙,带着甜美的笑容,成山只看了一眼,就彻底沦陷。 因为都记错了图书馆开馆的时间,而被拦在门外,一起离开的时候,两人聊了起来,结果越聊越投缘。 成山过家门不入,荣子也错过了电车,他们就一直沿着那条路向前走,直到走到一个音乐厅才停下。 两人一起去听了演奏会,结束后还一起去吃饭,从学业聊到工作,工作聊到生活。 两人还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,地点还在那个图书馆。 以防万一,成山还留了荣子家的地址,他们将这段往事讲给妓子听,妓子简直不敢相信,原来看起来如此高冷的父亲,年轻时也有对女生这么主动的时候。 妓子又追问后面发生的事情。 约定见面的那天,成山早早来到图书馆门口,等了很长一段时间,只等来一封诀别信。 荣子告诉他,以后都不要见面了。 后来他才从荣子那里知道,当初两人去音乐厅的时候,被他们镇上一个多嘴的人看到。 荣子不想被人说闲话,才这样做。 那以后他像是失恋了一般,以为自己再也不会遇到荣子了。 可缘分来了,是怎么挡也挡不住的。 他在东京上完大学后又回到鸣鼓屋,和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,在舞厅里看到了那么熟悉的身影。 时隔几年,两人再次相见都成熟了很多,也到了可以自由恋爱而不被说闲话的年纪。 这一次,荣子不再有所顾忌,抛弃了相亲对象和成山共舞。 对于两人而言,这次的重逢简直是个奇迹,所以他们非常珍惜,很快跟对方表明心意走到一起。 成山26岁,荣子22岁那年,他们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 结婚的前一天,荣子还因为跟好友庆祝喝了很多酒,所以在拍全家福的时候只有他最倒的画面。 结婚后,荣子很受成山父亲的喜爱,父亲总是夸赞他,善良温柔又贤惠,还教成山夫妻的相处之道,坦诚相待。 在时间的长河中,夫妻就像两根原木,无所谓谁在前谁在后,只要能相伴在这长河中自在地漂泊就好了。 这几十年里,承山时刻将父亲的话记在心中。 转眼间又过去一个月,荣子的身体越来越差,连起身都变得很困难了。 友谊从国外回来探望,妻子特意交代他,要说是处理完工作回来的,不然以母亲的性格又要自责了。 尽管如此,荣子还是担心耽误友谊的工作,聊天的话题句句离不开工作。 荣子计划着,等到自己出院以后,就搬到承山的工作室去住,那里景色好,交通还便利。 最重要的是,承山在照顾他的同时,还能兼顾工作。 两个孩子明白他的良苦用心,都表示赞同。 友谊的工作特殊,不能离开太久,在国内待了两天就要赶紧回去。 友谊知道这一分别,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儿子,让他记住自己最后的样子是开心的。 于是强撑着身体下了床,还笑着朝友谊敬了个礼。 友谊也笑着回敬,泪水却打湿了眼眶,强忍着不让眼泪掉落。 离开医院之后,才敢放声大哭。 后来的一个月,荣子一直强撑着,想给承山和妻子多一点时间跟自己道别。 可人类的意志在病魔面前,往往是先低下头的,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再撑下去的力气了。 一天晚上,在承山该回去休息的时候,他一改常态,请求承山在医院多陪他一下。 妻子不明白,母亲为何执意让父亲留下,但多年相处的默契, 让承山瞬间明白了荣子这么做的原因。 那天夜里,承山牵着荣子的手,直到荣子沉沉睡去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承山在日记里写道,绿灯亮起,灯尽成名,而妻已逝。 仅此一句话包含着多少悲伤与凄凉。 他拒绝穿丧服,也不去参加葬礼,让女儿很无奈。 无论友谊和妻子如何劝他,他都无动于衷。 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,丝毫不像是正承受着丧气之痛的人。 妻子无奈,搬出母亲放在衣柜的箱子,里面全是荣子给承山准备的衣服。 看到那些被整理得干净整洁的衣服,承山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, 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 外孙女也来劝他去参加葬礼,说外婆生前是个很随和的人,所以被大家喜爱,而且很看重自己的朋友。 如果离世不能跟朋友好好道别,一定会走得不安心,所以代替荣子向大家告别的事情,一定要他去做。 最后,他还是去参加了荣子的葬礼,亲自将荣子送走,替荣子向大家道别。 他没有为荣子准备大寸的遗照摆在家里,而是在工作室的桌子上放了张小小的照片,每天都居住在工作室,很少回家。 对于他来说,那个充满了荣子的影子,却没有荣子存在的地方,就是一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。 他开始失眠,只有喝酒才能入睡。 荣子过了七周年的忌日之后,在妓子的强烈要求下,他才搬回家住。 后来他决定将和荣子之间的回忆写进书里,一边写,一边回忆往事。 仿佛荣子还在,像是从未离开,直到他将笔放下才反应过来。 喃喃道,原来你已经不在身边了。 他突然想起和荣子重逢的那一刻,他搂着荣子站在舞池中央,悄悄在他耳边说,他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。 因为他在看到荣子的第一眼就知道,荣子是上天派给他的守护天使,会一生守护着他,让他幸福快乐。 荣子去世的夜里,成山游干而发。 深夜听到你睡眠中的呼吸,仿佛宇宙创造以来的历史,盖着被子与笔触沉睡,或者的可笑,美丽,悲哀。 你的呼吸声一旦停止,仿佛大地裂开了一个大洞,如此寒凉。 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大半被子,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惊天动地,感人之身的羁绊却在一点一滴中满意。 很喜欢成山父亲对夫妻相处之道的描述。 在时间的长河中,夫妻就像两根圆木,无所谓谁在前谁在后,只要能相伴在这长河中自在地漂泊就好了。 婚姻中不强迫对方为自己做出改变,也不因为妥协或迎合而改变自己,只是相互关心,相互扶持地分享人生。 可惜这样的人间家偶不知能有多少,至少目所能及的这段感情里,一点伤害也没有,几时都美好如丝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,等着你们。 感谢您的观看